中间背负诸仙四剑 杀气腾腾的朝西方叫冲去 不好通天是发了什么疯 护叫大阵 小小破阵 也敢阻挡我通天的步伐 剑气斩窗护叫大阵 顺带将大雄宝变切了一脚 哎呀 真是不好意思 一下没杀住车 撞上两位到场了 两位准备怎么补偿频道呢 明明是你搞的事情 竟然还向我们索赔 你是来碰瓷的吧 师兄 我得攻二投机 已经饥渴难耐了 师弟 不要冲动了 你看看他背后那猪献死剑 本圣欲要游历洪荒 结果你们去弥山 正好挡了本圣的路 这不摆明和本圣过不去吗 看来两位道友 早就看本圣不顺眼了呀 听完通天的话语 西方二圣心中 好像有千万只草泥马呼啸而过 我们是觊觎东方的势力 但也不至于傻到明着 做掉三清中的一位啊 通天道友 这都是误会 抛开事实不谈 我西方教的确也有错误 师兄 我们有啥错误 是可忍 听到的孤二头鸡可忍不了 找打的来了 通天师兄 都是同门师兄弟 一和为贵 一和为贵 你说要西方教如何赔偿 这才对吗 随后通天将准备好的宝贝清单 给了接引 岂有此理 岂有此理 这特么是直接硬枪吧 通天道友 西方肌弱已久 如此多的灵宝灵根 你这有点过分了吧 过分 本圣的诸仙四剑 差点被大雄宝殿撞坏 这可是师尊红军赐下的宝物 没让你们加价就不错了 不给就占 诸仙剑阵 且慢 五等都是道祖做下弟子 有什么事好商量吗 在通天诸仙四剑的压迫下 最终西方二圣不得不屈服 念在同为道祖之徒 贫道就原谅你们了 走了 有空来本圣道场做客 该死的通天 带节气彻底遮蔽天机 贫道定要你加倍还来 云霄洞府内 云霄已经按照东师的修行方法 自废大罗精先修为 按照东师所授之法 开始修炼一条全新的道 忍者万物之中 至灵者也 与天地同生于 虚无之指 因元气结而成形 一道道自混沌而来的力量 不断地朝云霄体内涌入 原神世界内 那原本黯淡的七颗星辰 最下面的那颗 逐渐有一丝光亮 而此时的云霄 无数混沌法则神炼 将云霄身体补助 庞佛在混沌中兴生 同样的意象 也出现在了穷霄 毕霄和赵公民洞府 辛辛苦苦几万年 一朝回到解放前 现在几句话 就要让我放弃大罗金线修为 真的值得吗 多宝正是心中疑惑 所以没有第一时间修炼 多宝 你为什么没有修炼 难道你就是那个结教叛徒 横竖都是死 自费修为骑马死不了 而且贫道好歹也是狮子的大弟子 搏一搏单车便摩托 多宝一狠心 散了一身修为 洪荒 同时吧 同时吧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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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ving